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插画师刘亚迪 欢迎亚迪 你好 亚迪是四川美院本科毕业 2017年的时候来纽约留学 在FIT攻读插画专业的硕士学位 从川美毕业到来纽约留学之间 其实是有三年的时间 那三年你主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又是什么原因最后促使你来留学 那三年其实我是从事的是平面设计师的工作 然后包括我也在公司里面担当插画师 所以说而且我当时有在时尚八砂实习的经历 所以我其实跟时尚有一点相关 后来是在公司全职做插画师 所以其实插画师的工作你在中国就已经开始 是的 因为你在川美学的是游戏设计是吧 对 但是当我大三然后大四的时候 其实我就萌生了想成为插画师的念头 但当时的我其实不太清楚 作为一个职业插画师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就申请了插画的工作在北京的时候 是做公司的插画师 其实和我们现在插画师不太一样 工作性质是不一样的 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出国留学 出国留学其实来纽约一直是我的一个小的梦想 什么时候开始的 很小吧 可能大概是从初中高中的阶段 因为我很喜欢看美剧 所以我对纽约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向往 老友记是不是 老友记 然后包括欲望都市 包括Gossip Girl 然后我都还挺喜欢看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时尚 然后非常有意思很有生机的一个城市 我就想过来看一看 对 那为什么选择FIT FIT是因为我在大四的时候 大三大四的时候有一次去图书馆 然后我看到了一本书是Antonio Lopez 一个时尚插画师 然后他毕业于纽约时装学院 然后我受到了他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他画的非常棒 他跟我当时在游戏设计学的插画完全不一样 游戏设计更多是要把人物画得更加的真实 场景画得更加真实 但是他画的就非常的天马行空 也没有在意说这个人物是否符合真实的形象 我觉得非常的表达自我 然后我就开始萌生了这个念头 我说要不然我也试一试 然后去试试我自己能画成什么样子 对 听说你申请FIT花了三年的时间 就申请了三次 是的 我从大三大四的时候就开始在准备 然后再申请 但那个时候被FIT给拒绝了 然后后来我毕业之后一边自己工作 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又在准备英语 准备作品集 重新准备作品集 然后再来申请 我觉得可能是我当时 因为是我自己DIY的 所以不是特别的成熟 所以你的作品集不是特别成熟 作为一个插画师来说 对 然后一方面是作品集 第二方面可能也有一些语言 很方便的原因 然后我就更加努力的去 好好的去专业 就是该怎么样去做一个更好的作品集出来 然后最后很有幸的 三年的时间然后升上 就是坚持不懈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那到了纽约之后 到了FIT之后 你觉得在FIT的学习和四川美院来说 它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FIT的时候 它其实是我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 然后它真正的让我去慢慢找到了 我作为艺术家的一个个人的独特的创作语言 之前我在川美的时候 我学的是游戏设计 我们是要为公司服务的 你是要作为可能全职的游戏原画设计师 然后去创作一些很写实的艺术 但是在四川在FIT的时候 我们其实更讲究的是 你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 这个东西不一定要好看 但是它一定要非常的你 所以我就开始去思考说 我怎么样能创作一些 非常代表我的一些艺术作品 那个我觉得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特别强调于个性 对 强调于个性 而不是说和主流的一些市场上的绘画 非常的接近 对 然后你要去自己去探索 什么样 那个东西也有可能都甚至没有在市面上出现 你要去想说怎么样才是你最舒服的一个表达方式 我觉得这也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本质的区别 就是在西方它更强调个体 但是在东方我们更强调集体 我觉得不仅仅是说插画或者艺术这个行业 其实每个行业我觉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个风格的一个区别 我记得就是很早的时候 这个新闻界 中国新闻界的一个前辈就说过 他说为什么这个一个新闻 如果中国的记者派出去十个 大家做出来的都差不多 然后美国记者十个 能做出十条完全不一样的新闻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 他的教育理念 包括他整个的这个 我们说教育的一个基调的不同 他要求你用你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和你自己先明的个性 去表达你自己 不论你是做哪个工作 你要有你自己的观点 要有你自己的主见 对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我们培养艺术 也有个非常强于西方的一点 就是基础 基础 基础工 我明显感觉到就是中国来的孩子 基本功都特别好 基本功非常的扎实 对的 然后有的时候美国这边的孩子 他们会甚至有点羡慕说 你们怎么能画得这么好呢 对 我觉得这一点上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东西结合有一个扎实的基础 然后再加上这种个性或者是创造力 就能够事半功倍 对 那纽约这个城市 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 因为你是四川出生的 然后又在这个四川一直到读大学 工作的时候是在北京 然后从北京再来到纽约 你觉得纽约这个城市 对你自己的艺术创作也好 或者说艺术观念也好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或者说促进 我觉得首先很大的一点是 我在国内 哪怕我生活在北京几年了 我也没有特别经常能够接触到 一些真正的大师的作品 就是一些西方绘画 他们的原作 其实是需要特定的展览 你才有机会见到 对 这一点我也其实觉得说 国内这方面应该要更加的 靠近一些 这样这些在国内的孩子们 也能够经常的接触到 所以我觉得当时在国内的时候 我有一次看了 毕加索的展览原作 然后当时给我的触动非常非常大 我觉得它画的非常的天马行空 然后很有自己的想法 也没有在意一些很多约束 后来我来到了纽约 然后因为我私下是非常喜欢 逛博馆和Gallery 然后就看到很多的原作 然后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现代绘画的表达方式 我觉得那个给我的绘画造成了很深的影响 那你会如何来阐述你自己的艺术风格 因为我觉得你的艺术风格还是非常鲜明的 我的风格的话 其实有一些我的学弟学妹们 他们有来问过我说 你是怎么样找到你的风格的 对我来讲的话 那个只是一个结果 因为我其实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 我有去看一些我喜欢的艺术家的作品 试着去靠近他们 但后来我就停住了 我会甚至有的时候会不去看他们的作品 我就想说 如果说我不受别人的影响 我自己最舒服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就尝试去画一些速写类的作品 然后我发现我画速写类的作品的时候 非常的自由 很在享受那些形态 很夸张的一些形态 包括特别是女性的曲线 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我就特意的更加的push了一下我自己 然后朝那条路迈得更大一步 然后我发现我的那个线条更加的松散了 更自由了 这样一点一点就形成了我现在的一个绘画方式 因为你的作品大多都是以女性为主 然后色彩非常的鲜艳 然后可以说这个构图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为什么你会就是对这种女性的这种展示有偏好 这和你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吗 首先我本身自己也是女性 然后我是真的觉得女性的曲线非常的美 它不是一种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的一种美 它是真正的精神感官上的一种美 无论是任何的体型 它的那种曲线就像是自然界的一个很美妙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希望我把我对女性身体的这种美投射在我自己的艺术作品里面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说任何直线的东西其实都是比较人工的 因为在自然界之中很少有非常笔直的东西 所以我就基于这个理念 可能我的作品会更加的把它夸张化一些 然后我会画我所有的东西都会带着一点曲线的感觉 是这样的 弧形其实非常的圆润 而且你的整个的构图给人的感觉又是很丰满 颜色的饱和度也非常高 绝大多数情况下 其实都是暖色 对对对 我很喜欢暖色调 因为我觉得暖色让人觉得很温暖 很柔软 可能也是我女性特质的一点 我比较倾向于更温暖的东西 而不是一些很冰冷的东西 所以我就用的一些颜色的饱和度也很高 包括更加偏向于暖色调 你来美国之后 其实我发现好像是逐年都会拿一些奖项 不仅仅是跟很多品牌合作 然后包括是插画家协会的金奖 这些获奖的经历又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机遇 首先我觉得以前的话 我自己就是闷头画画 我开始的时候参加比赛是因为我为了我的签证 我知道一毕业之后 我需要马上 面临找工作 有身份 我马上拿到一个杰出人才的签证 这样子 但是你如何去证明你是一个杰出人才 再加上我们在纽约身为留学生 是不能够 你在学生期间是不能工作的 对 所以说那唯一你能做的就是去参加比赛 然后做到 所以你一到纽约你就有这样的计划 我基本上是从演艺一开始 只要有作品我就会投比赛 对 然后因为没有任何办法 没有其他途径去证明自己 但那个时候还很智能 但是也在尝试 不过很幸运的每一年基本上都能得到一些认可 那一路走到现在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从最开始 由留学生到留在纽约 然后再继续在自己的行业发展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跟我们说说你的这个插画师的生涯 或者说你的在纽约的第一份工作是如何开始的 其实刚刚开始我是比较幸运的 我大概是在六月底的时候 毕业之前 我是大概是五月底 五月底然后毕业 然后六月底的时候就接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 所以说还挺快的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就是搜集了很多的art director 就是艺术总监的资料 他们的一些联系方式 然后就尝试着给他们发一些推荐自己的一些邮件 作品 包括作品 包括作品 对 但那个时候没有抱我很大的期望 就是说试一试 很幸运 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华盛顿邮报 然后art director就给了我一份工作 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好像慢慢慢慢就被大家看到 对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幸运的 但是我也比较努力 幸运的背后是因为你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把更多话题留到下半段再说 音乐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那亚迪哈 作为在纽约已经这个工作了差不多三年的插画师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插画师这个行业在纽约的一个基本的状况是怎样的 说实话 我觉得插画师在纽约生活是不容易的 是真的很不容易 可能是做任何艺术都不是太容易 首先就是真的要解决吃饭的问题 你要有很好的经济基础之后 你才能够更好的创作 然后在我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现在应该是第三年的时间 就是正儿八经的职业插画师 我觉得前一两年是很艰难的 然后今年我基本上是慢慢步入正轨 然后有一些长期合作的客户了 开始慢慢的开始稳定下来 基本上是一直能够保持不停的有项目 能够比较稳定 那这样就一个稳定的收入相对来说 对的 然后包括如果是插画师的话 做童书类 因为我其实是偏商业类的插画的 我会跟一些品牌合作 但如果是童书类的插画师 还有包括做那种报刊杂志的插画师 他们相对于那个预算会少一些 然后商业品牌一般给的预算更高一些 所以如果说不是做商业性质的插画师 会更艰难一点 你相对来说你需要接更多的项目 你的数量必须上去 你这个样子才能够维持在纽约的一个 比较高消费的一些生活 那一般来说 就是你说这个数量要上去 像你们一般做一个插图 尤其是跟客户合作 我想这个周期也不会太短 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可能客户有客户的要求 然后来回还要审稿要沟通要改图 是的 但是这个取决于你接的是什么样的项目 比如说如果是接的 包括杂志类的 非常的快 像我跟纽约时报合作 基本上当天就要 非常的快 可能早上给你一个说 有这个项目你接不接 你必须要很快的时间回答他们 要不然他们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等 对 然后但如果说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回国了怎么样 你因为时差的原因 你也要赶快回复客户的消息 不然就耽误人家的工作 所以需要很快的回复 然后纽约时报是比较快的 但是像我合作其他 纽约客包括像华盛顿邮报 等等的这些报刊的话 他们相对来说 偶尔周期给的长一点 可能三四天 有的能给到一周算比较长的 然后还要取决于 每次给的项目是一张图 还是几张图 如果是几张图的话 那其实时间也不是太多 但是像商业类的呢 就比较好一点 商业类一般因为项目比较大 然后他用作的可能是广告啊 包括一些节日的庆祝啊 包装啊等等 我基本上接触这些项目 他们给的周期都 一两个月都是有的 有的甚至可能再多一点点 就是不同的品牌方都不太一样 所以相对来说 你不仅可以再做一些品牌的工作 我有的时候 同时也会做一些小的一些 其他的项目 可以分散一下自己的时间一起做 因为时间比较充足 那在你的和这些大品牌合作 或者是和这种报刊杂志啊 合作当中 你觉得最具挑战性的是哪一次 最具挑战性的 最具挑战性的 我觉得应该是跟耐克的合作 对 我跟Nike Jordan呢 在国内的时候 国内有 基本上有快近十个城市 然后每个城市都在开新店 然后我基本上是为每个新店 都要创作一幅茶话 然后那算是我一个 因为是一个 类似有点像系列的一样的感觉了 我之前没有尝试过 然后因为是 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客户 同样的主题 就是同样是为新店创作 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 就面临了一个瓶颈 首先客户呢 它是没有任何的要求的 非常非常的好 这对于插画室来说 简直是梦想中的工作 因为客户没有任何要求 就完全让你自己去发挥 但一方面是好的 第二方面就是 你有点不太确定说 客户要什么了 然后自己会有一点担心 会画得太飘 然后以至于不能够很好的 就是给到客户 他们心里想要的那种作品 但是非常感恩 就是他们非常的尊重艺术家 然后也给我 极大的一些创作空间 然后我在创作的时候呢 也要保证说每一个品牌 就是每一个品牌的店 它是不要太重复的 比如说我会自己给自己设定说 这一次是给 比如说我给贵阳 然后下一次是给广州 你会结合地域特色 有的时候会结合 有的时候会想说 比如说我以前喜欢的一些主题 比如说黄昏 比如说宇宙 我喜欢这些主题 我会试着把这个当作一个机会 然后来创作他们 然后也是更好的 可以让大家说感受说 Jordan其实他们的服饰 可以用作在黄昏里面是这么美 比如说在宇宙里面是这么天马行空 所以能做一个更好的 更多元的一个结合 对于我来说 这个算是一个 有点挑战的一个项目 那我也看到 其实你有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分享你自己这个创作的经历 是说和纽约克的一次合作 都快到交稿的时间了 突然对方把所有的方案全盘改掉 哇那一次实在是 对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一般跟报刊和杂志合作 是之前就上一号的 对而且非常的顺利 一般来说可能要修改 都是在草图的阶段就会改好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 我的颜色也化好了 最后可能就是临近大概半个小时吧 然后他们突然发来一个邮件说 不好意思我们这个用不了 因为我当时画的那个主题 是有关于一个新型的减肥药 然后因为我是画了更多的女性的 所以我也是以女性为主 开始呢艺术总监也说OK 然后他也给团队看了 也是OK的 我就继续画下去了 但后面他们突然意识到说 嗯不行 因为在美国是一定要照顾到 更多不同的肤色啊 形体啊各个方面的人 所以他们觉得说 希望更多的是一些无性别 看起来无性别的角色 而不是这么突出女性的角色 因为不只是女性要面临 身材这方面的焦虑 可能男性包括跨性别者 他们也会有同样的一些困惑 所以后来我又重新创走了一幅 然后那一幅作品基本上是 哇我熬了通宵 快通宵的时候画出来的 因为很快就是可能当天的六点钟 下午六点他们就说要重新改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就要交稿 也不容易 你看虽然说这个艺术创作是 我们说能够实现自己的这种艺术表达 是很难得的机会 但是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确实也是 就对于艺术家来说 他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是很大的压力 然后也是很大的挑战 如果你画得不好的话 可能客户之后也不会再想 不会再继续了 但是因为你的作品是面向公众的 你不能因为作品快 急 你就画一张不是很好的作品 这对于自己来说也不负责任 对客户来说也不负责任 然后对喜欢你绘画作品来说也不负责任 你刚刚说到美国的族裔问题 其实你有不少作品也探讨了 关于族裔 关于身份 关于自我意识或者自我认知 这方面的这个主题 说说你在这方面的思考 我觉得族裔这方面 其实我感觉感出来挺多的 因为我画了很多的那种社刊的 这种杂志的插图 然后像是纽约时报他们的话 经常有会给我发一些 比如说是黑人相关的一些 或者跨性别者相关的一些文章 然后包括你还要画一些特定的一些 比如说是聚会的类型的文章 每一次你都要确保说 画了足够的一些性别的人 然后足够的一些肤色的人 我之前有遇到过几次 就是因为没有画够 然后艺术总监 大回来重做 对 他说这样还不太够 可能还有一些我没有想到 因为毕竟我是一个中国来的孩子 然后在国内其实你很少接触到 这么不同的 这么丰富的一个族裔 然后我就有慢慢去适应 去修改 对 那对于文化认同和融合这方面 因为你之前说到的这个族裔问题 说实话 其实在中国的话 我们也有不同的族裔 少数民族不过是 但从外形上来说差别不大 但在这边它是一种很鲜明的差别 而且美国非常讲究政治正确 所以尤其是在作为这种报纸期刊 他们可能特别注意 这一方面的一个呈现和表达 那作为这个华裔自己来说 尤其是你是在中国成长 然后在中国学习工作之后来到美国 你觉得对于这种文化冲击 或者是东西方的这种文化融合 在你身上你是如何感受和去体验这种碰撞的 说实话 我在国内的时候 因为我国内生活了很多年 包括我大学也是在国内念的 我一直感觉自己会有一些东西想要说出来 我很多东西想要表达出来 但是会更多的是可能整个文化社会 对东方讲究一种内敛 不要太突出 然后比较平等 所以会稍稍的有一点觉得 有些东西不敢于去表达 包括自己也是女性的身份 然后很多东西你会收敛一些 然后到了国外之后呢 我感觉自己有一点点释放出来了 对会更敢于去 包括我自己的作品也是 我也比如说我去探究我的风格的时候 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个风格是否会有市场 是否会有客户 就是什么都没想 可能我在国内的时候会稍微想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父母也比较现实 你这个能不能会不会有人用啊 能不能找到工作呀 但是在国外我就几乎就没有想这个事了 就是我就要好好想一想 我怎么能做好我自己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种小小的文化上面的一个冲突和改变吧 其他的我觉得其实国内国外都有各的好 也都有各的不好 包括像美国的这边过于的政治正确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也稍稍有点过了 矫网过正 对矫网过正了 但国内现在女性的这些权利啊 女权啊也慢慢慢慢兴起了 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但可能现在也有一点过激 我觉得可能慢慢会就是回到这边